王林县议员林渊富昨天在县议会临时会 他怒拍桌大骂现在的无信分局长右拐人妻 而且两个人还有专用的手机天天热线 一号时他没收妻子的这只手机 疑似让妻子心生不满 十九号晚坚持力气砍断他的左手动漫 不过妻子则反控说林渊富他私自扣留手机 是因为他在这里面藏有他不法的证据 剖出2012年4月的家暴照片 说他自己已经被打十几年了 而至于周控的分局长也发声明 维护警察及家庭名誉 他说主席带他向弟弟跟朋友 绝对没有每天深夜在热线将提出毁谤告诉 怒垂议会捉痛骂警察局分局长 花莲县议员林渊富左手包着纱布前来开 以自曝假武士 林渊富在大众面前指出自己的太太 与吉安警分局长吴斯汗关西肥茜 甚至为了别的男人砍老公手臂 原来一号时他发现妻子藏有另外一只手机 通讯录里只有县内吉安警分局长吴斯汗 两人天天热线还会单独出游 一气之下才会动手并要求保管手机 没想到6月19号一回家就被妻子砍伤 妻子陈秀玲回应被扣留的手机中 由林渊富不法的证据 自己被家暴十几年 这次指示政党防卫 曾经被视为花莲政坛的金童玉女 林渊富的家族财力雄厚 在杰秀玲是旺族 陈秀玲则是正二代 两人在2011年结婚 当时林渊富是吉安强副主席 陈秀玲是新陈香副主席 副主席取副主席 一度成为地方佳话 我那么爱我老婆 怎么会说我天天打她呢 两人结婚13年 如今算是恩断一决 双方各说各话 真相只有婚姻中当事人最清楚 记者综合报道